为了展现民众创业的成果 劳动部在高雄举办2024Maker游乐园 吸引超过上千民众热情参加 活动包含了创客市集VR 职场体验 机器手臂猜拳竞赛等等 不只带动周边的观光效应 也让创客作品能让更多民众看见 擦下擦头造型手板 象征2024Maker游乐园正式启动 劳动部长徐明春亲自到摊位上 肯定民众的创业作品展现 这回劳动部用游乐园方式展现创业辅导成果 包含创客市集 3D列印 进攻艺术品 机械手臂猜拳竞赛等活动 帮助创客宣传创新商品 活动吸引上千民众参加 劳动部为了鼓励我们的民众 勇于创新创业 我们在全台设置了六处的创客基地 劳动部表示全台六处创客基地 每年服务超过20万人次 帮助创客们将想法转换商品 再衔接市场 邀请民众一起到Maker游乐园同乐 一起欣赏创客的实际成果 记者综合报道